中国文化是一条奔有不息的大江 而不是江边的枯藤老树婚芽 你好我是于秋雨 欢迎收听秋雨书院必修课程 好我们开课了 我们先要把以前的课回顾一下 因为好多天了 大家记得吗 有两个重要的前言 讲到了文化的非常独特的重要性 然后我们进入第一单元 第一单元的题目叫做文化的定义 后来我们进入了第二单元 第二单元的题目叫做中国文化的世界身份 好那么在第二单元里边呢 我们已经完成了五个方面的论定 这我们需要复习一下 第一方面的论定是 中国文化在人类四大古文化当中占据一席 第二方面的论定是 人类四大古文化是由于年代原创性和影响力来确认的 因此只有四大没有五大或者六大 第三方面的论定是 中国文化进入成熟文明的门槛的时间 是公元前21世纪 这在四大古文化当中排序是第三或第四 我们本课程的暂定为第四 好 第四方面的论定是 中国文化在进入文明门槛的标准 符合世界的统一标准 那就是青铜器的出现 制度的建立 文字的创造 第五方面的论定是 人类四大古文化当中 其他三大都渐渐的中断或者湮灭了 只有中国文化成了唯一的例外 也就是由第四变成了唯一 这五方面的论定大家能记下来吗 我相信这个复习一下 有一点好处可以把我们下面的内容顺下去了 这五方面的论定 最关键的是最后一个论定 就引出了一个世界级的巨大的悬念 这什么悬念呢 就是第四是怎么一步步的变成唯一的 那么这是一个 经历了四千多年的一个漫长的过程 这个过程如果连起来呢 就是一部完整的中国文化史 但是我们不想讲的太完整 只想看一看 在每一个危险的段落 关键的道口 在人家一一失踪的地方 中国文化是怎么走下来的 在最不可越过的地方 居然越过去了 在最容易死亡的地方居然没死 一次两次倒也罢了 整整四千年都是这样 这就是中国文化的世界身份 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我呢在几十年前就开始投入这个研究 因为这个悬念太吸引我了 接着发现中国文化在一个个险境当中 创官的历史 其实也就是它的一次一次的重生史 结果又成了它世界身份的提升史 世界身份就这么一步步提升起来的 由第四变成唯一 也是这么过来的 下面呢 我们就需要系统的梳理一下 中国文化的这个世界身份提升史了 这大概有好多台阶 八个台阶九个台阶吧 让我一一到来 我们先讲第一个台阶 叫做奠基时代的中国文化 这个地方呢稍微有一点深 大家稍稍用一点脑力 我再讲一遍 叫奠基时代的中国文化 那遇到一个问题叫 什么叫奠基时代 奠基时代我全称 可以称之为人类精神文化的奠基时代 为什么我们跨进文明门槛以后 不就好了吗 为什么还有个奠基时代呢 是这样的 跨进文明的门槛 就开始了文明的生活 但是进入了文明的生活 并不一定已经获得了精神自立 再说一遍 就是进入了文明的生活 并不一定已经精神自立 我们现在看看周围的人 好多人已经进入文明生活了 但是未必能够有精神的自立 其实这个整个人类也是一样 就是我们端上了青铜器 就精神自立了吗 未必 能够运用文字 就精神自立了吗 未必 能够生活在一种制度当中 就精神自立了吗 也未必 人类需要等待一个重要的时期 什么时期呢 就集中最聪明的头脑 来思考一系列最重要的问题 如果没有这个时期 人类就像去扫家教一样 还是会在文明生活的外表下 人类处于一种精神蒙昧的状态 这个点我想大家能够理解 就是文明生活未必见的是精神自立 正因为这样 人类遇到了一种神秘的力量 迫使我们来摆脱这种状态 我如果要用神话来打个比方的话 大概是这样的 就是创造万物的天神 看到人类已经拥有了许多文明的手段 但是怎么老是在争夺 在战争 在争吵 他们就贺令 人类要静一静 好好的接受一次精神文化的培训 同时还指点了一大批高水准的老师 派到各个文明的领域 进行培训 这样的精神文化的大培训果然出现了 这个证明呢 就是好多无法想象的高水准的老师 一起出现了 这样的现象出现的证据很多 我先说 二十世纪的时候 德国法兰克福学派 把这样的时期 就是了不起的导师一起出现的时期 叫做轴心时代 也就是让人类的整个精神文化 能够自立 能够奠基的时代 叫做轴心时代 这种提法呢 已经被世界上很多历史学家接受了 我们在好多著作当中都能够看到 但是我呢 却不太赞成 因为我算来算去 他们划出的时间太长 他们划出这个轴心时代呢 是从公元前八世纪到公元前二世纪 有整整六百年 我经过仔细的分析觉得应该减去两百年 是从公元前六十纪到公元前三十纪 大概是四百年 轴心时代呢 它这个命题也不是很准确 因为它是个比喻 轴心 一个车子的轴心 那个是比喻意义就比较模糊 所以我们讲电极时代的话 意思就更明确一点 电极时代呢 有四百年 电极时代有四百年 世界各地涌现了很多开天霹雳的文化巨人 无论是巴比伦 印度还是波斯 希腊 都在这个电极时代的范围之内 特别是希腊 虽然我们前面讲过 它没有进入人类四大古文化的队伍当中 但是一到电极时代 它突飞猛进 成果累累 又由于它拥有好几位历史学家 对文化巨人的技术特别仔细 这一来呢 就成了我进行对比的主要坐标了 因为它资料比较丰富 这这么个电极时代 我要说 中国文化不仅没有缺席 而且表现得特别精彩 为了证明这一点 我希望大家能够注意下面这么一个年龄的排列 大家听着啊 老子和色嘎木尼几乎是同龄 最多差几岁 孔子比色嘎木尼小15岁 孔子去世以后十年 苏格拉底诞生 孔子比苏格拉底小一岁 比德默克利特大八岁 孟子比亚利斯多德大六岁 庄子比亚利斯多德小15岁 阿基米德比韩非子大七岁 这实在太奇怪了 这么多伟大的巨匠 为什么会同时产生呢 而且还有巧事 你看就在孔子自称 指天命的50岁左右 巴比伦的天文学家 也正好在指天命 他们在天文学上 获得了重大的发现 我不知道大家听了 这个年龄排列以后 会有什么感觉 在那么漫长的历史上 这些文化巨人 几乎同时出现在世界上 他们很像是 一起接到了一个同一个指令 而且手拉着手 并肩瞎反 只不过在云端告别 去了世界上不同的地方罢了 我前面说 中国文化没有缺席 不错吧 记得法兰克福学派 在论述这个奇迹般的时代的时候 早中举出的例子 就是中国的孔子 老子 墨子和庄子 在人类精神奠基的伟大功成当中 占据了那么大的份额 那就进一步夯实了 中国文化的世界身份 这句话我再说一遍 因为中国文化 在人类精神奠基的伟大功成当中 占据这么大的份额 那么它的世界身份 毫无疑问是进一步夯实了 这个现象不仅让我惊叹 而且让我感动 因为当时的中国大地充满着战乱和阴谋 按照庄子的说法就是 天下大乱 闲圣不门 道德不一 在这种情况下面 造理是出不了什么大文化的 最多出一点非常琐碎的应急文化 避祸文化 大文化需要对天地人生做终极思考 哪里会有人在兵荒马乱当中 做这样的终极思考呢 但是怎么也想不到 这片土地上居然真的 在战火离乱当中 出现了一批伟大的精神导师 随着他们的身影 中国文化一下子走向了高贵 而且是世界级的高贵 我非常想让今天的年轻人 更多的了解他们 因为他们比我们所有的人都厉害 而且他们又决定了我们成为我们 好 下面我先讲一讲那位年纪再大的老子 老子是让中国文化获得世界身份的最高代表 这我需要再说一遍 老子是让中国文化获得世界身份的最高代表 由于我前面在排年龄的时候 把希腊哲学家和中国哲学家放在一起做对比 因此我在1999年10月6号 特地到希腊雅典去访问了雅典人文学院的比较哲学博士 贝尼特女士 她原来是立足希腊古典哲学 后来到意大利去东方哲学 由印度起步 最后落脚于中国 这是西方很多同行的惯例 就是由印度起步再落实到中国 她深入地研究了中国哲学 特别深入地研究了中国的孔子 老子 庄子和义经 最后得出结论 老子是最符合国际标准的顶级哲学家 那整个下午我在她家里 有非常长又非常充分 非常愉快的交谈 她家里还放了很多很多从中国拿回去的假文物 她不断告诉我这是假的 但是我一看有几件好像是真的 贝尼特博士对老子这样的评价 其实还有一系列国际间的统计数字 能够更进一步的说明老子的重要性 请大家看这样的一些统计数字 据联合国教肯文组织的统计 世界上几千年来被翻译成外文 而且广泛传播的著作 第一是圣经 第二就是老子 据于纽约时报公布 经过评选 人类古旺经来 最有影响力的十大写作人 老子排名第一 第一啊 还有一项统计 世界各国中被公认 哲学树养最高的德国 老子这本书几乎每家一册 这个比例远远的高出 老子的家乡 中国 就凭这些统计 说老子是中国文化的世界身份的最高代表 我想一点也不过分吧 但是这中间有一件事情很过分 就是这位最高代表 这位世界顶级的哲学家 他的全部著作 只有五千个字 而且他的生平又是颇说迷离 连司马迁都说不清楚 那就只好让后人自由想象了 而且这好像是老子本人的故意 他就是要把自己的生姿引起来 你们想象 随便你们想象吧 好 那在很多人的猜测和推理当中 就出现了一些非常有印象的情景 几千年来 所有的中国文人都在这个情景当中 设想着我们最早的精神导师老子 那一天 年漫的老子穿了一件黄衣服 骑了一条青牛 背了一只补口袋 要过韩国关到远方去 他去做什么 好像不做什么 因为他认为人就像水 应该想滴出流 然后渗透于沙漠 蒸发于旷野 这就是生命的大道 他想到韩国关外面 把自己蒸发掉 他要过韩国关 守关的关里 叫官尹西 他是一个文化爱好者 知道老子 所以便向老子提出一个要求 过关可以 但是要留下一篇文章下来 老子知道 这是正需过关的条件 没办法 那就坐下来 写了五千字 这就是道德经 也就是老子 鲁迅在出关英文当中写道 说官尹西收下了这五千字 还付给了老子一笔稿费 那就是十五个馒头 老子再再道谢 这当然是幽默的想象了 但是鲁迅对老子出关以后的 途径的描写 却很有意思 白发 青牛 黄衣服 布口袋 一下子进入灰色的尘土里边 很快什么也看不见了 你看啊 这个图景 全部都是不同的色彩 头发是白的 牛是青色的 衣服是黄色的 尘土是灰色的 全都消融在一体了 手观的官尹西从窗口看去 灰尘已经走得半天结案 老人家怎么样了呢 司马迁写道 莫知其所踪 也就是谁也不知道 他最后是怎么结束生命的 留在世界的 就是这一刻 在官尹西手上的五千字 如果这个图景描述的不太离谱的话 那么我们要说 这篇世界第一著作的诞生过程 也够得上世界第一了 出于看是那么的偶然 那么的匆忙 那么的尘土飞扬 但是往生一想 你一定能够感受到中间的 无比苍茫的 哲学内涵和美学内涵 老子消失在灰色的尘土中 但他留给大地的 是一个能够生死熟虑 看透万象的民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